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从17岁开始接触咖啡 我来云南之前可能 大家说咖啡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后来来到宝山 然后发现 原来是我们的自己国家 其实是有种植咖啡的 试一下浓度 今天如果难度合适 就可以不需要再调了 最终选择到来云南发展 现在最主要我们想的就是 如何让我们庄园的咖啡 能够走出去 好久没见啊 快来进来 进来坐 我们今天也带了 我们自己的一些武器设备 就是想地理去看一下这个情况 就是你看方便吗 特别方便 走呀 这个就是我们的咖啡种植园区了 针对农业就是咖啡种植这块 我们的主要利用武器的前端的中端设备 就是降低了它的一个人工成本的维护 它其实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前端设备 就是先插入图里 然后这个数据啊 它就能够就是检测到土壤的一个酸碱度 以及其他的一些信息啊 各位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些相关数值 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新的技术 可以帮助我们中国的咖啡可以走向世界 当时的榜小黎咖啡没有什么名气嘛 但是现在不同了 交配市场的崛起 直播也兴起了 就整个一个通讯网络复开以后呢 像去年前年 我们都可以在上面搞直播了现在 有了5G以后 现在都非常通畅了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通过5G呢 就助力一瓶糖咖啡走出去 尝一口尝一口 今年收成应该挺不错的吧 以前是看不到世界 现在呢是想让世界看到我们 全球的零食 在这边 人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